幸福好時光 我剛說一個偉人 你知道他是誰嗎 來自己說吧 大家好我是阿兒 大家都說有時候我話說太多 我今天決定不要說話 反正阿兒很會說話 我看到他的這本書叫《不逃跑的陪伴》 然後我看書有一個習慣 你真的做筆記 你就把它標示起來好感人喔 我必須告訴你我書看得非常快 而且我會記住重點 但是我一定會做筆記 而且我會把來賓的書看完 除非他很難看我會跳著看 我說實在話 可是這本書我真的覺得說 雖然我這個有一點看故事的時候 是相當理性客觀 可是我真的知道不簡單不容易 好像全宇宙的 好像不能夠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奇怪的問題都在你身上 然後重點在於你說你沒有討 聽到沒有討我就覺得好感動 其實我要說這本書 我是淡如姐的粉絲 我在裡面有寫到我 寫到我對阿兒的讚美 我們兩個其實沒有真的很熟 因為平常我是一個不會出來 跟大家下午茶跟打類的人 大家都知道 都是工作上的碰面 是但是這本書的書名是因為淡如姐 是嗎 你曾經有寫過你大概已經忘記了 你自己在臉書上寫過 寫過逃不可恥但有效 那個是一句 一個日據的 就是一句話然後逃不可恥 因為有效 然後我就用這句話延伸說 欸那我沒有逃欸 可是我也不知道要逃 逃跑雖然可恥但是有效 對對對對對 就用這句話去延伸 那本來出版社是想說 哎呀喘息服務啊 我們來聊長照 我說不行 我覺得我想告訴大家 我沒有逃我已經覺得很了不起 這十年來 我從我公公是在小三那邊倒下來 送回來 你要不要接手 其實你不只這十年 我當時是在 就是在當那個常列主持人的時候 阿兒的故事前面我有點會被小孩夜哭 但是老實說夜哭一定是不舒服 只是他說不出來 所以你們整個就是從生第一個孩子 就被搞得非常的毛 但是淡如姐也是個好姐姐 因為那時候你弟弟的小孩也是有類似像這樣子 他是很見疾病 所以我們家也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有一點 我只是不叫 沒有嗨 因為有人就說我是一個不嗨的人 所以我看到人家在做一件小小的事情 嗨了老半天 或者是照顧一個媽 嗨了老半天 我心裡是OS 你應該知道是什麼 我心裡想說 我們只是沒叫而已 你以為我們沒有嗎 你真的以為我過得那麼好嗎 是啊 我其實是過得不錯 但是我背後扛好多東西 對 因為有一些事沒有辦法說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說阿兒你這麼膽子很大 你把家裡人說出來 攤出來 我告訴你 當有一個人開了第一槍說了以後 一堆人來看到這故事以後就開始說他的故事 是 比我們還精彩 每個人的背上都扛很多東西 它是需要消化的 但是我們在遇到事情的時候 然後扒著一條柱子或動不動說 我現在又遇到事 像小時候沒有失戀就找朋友訴苦 這不是辦法呀小姐 如果你講完以後你覺得可以抒發的話還不錯 但是最後你還是要回頭要去面對 好了公公被送回來了 接下來長期照顧 你那個故事真的有點離譜 其實是充滿體貼的 就是跟你們住在一起嗎 公公送回來 沒有他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 他從來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 訂婚結婚 我根本不熟 我們就只有在年夜飯吃了飯以後 他就發了紅包給小孩子 他就走人了 他至少有回來發紅包 然後我曾經去跟蹤他耶 我曾經去跟蹤他耶 跟到一個老公寓的頂樓 我就這樣爬上去偷看了一眼 我那個心跳加速到我嚇死了 你這麼無聊你是跟蹤幹什麼 我想知道他住在哪裡 其實他就是跟小三住在一起 對 而且離我婆婆住的地方很近 而且這個小三應該也在一起很久了 很久了 所以在他那裡倒下來的時候 我詢問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嗆我耶 他嗆我耶 小三嗆你還是 他嗆我說 覺得我要甩鍋給他 不要照顧這個人 他誤會了 我其實想要問你是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好去折衷 你可能跟他跟我公共是有感情的 但我必須要 可能應該有20年了 應該有或更多 所以我想要顧及我婆婆的感受 在這中間幫你找到一個平衡 可是你嗆我以後 那大家不用談了 對 我就不再給你有任何機會 再去看到這個 你心心念念疼愛的整邊人 真的有心心念念疼愛嗎 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吧 後來 後來他就是希望你接回來嗎 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們有感情 他們有感情 他們透過很多其他人來想要 從我先生這邊知道 我公公在哪裡 在做什麼 現在狀況如何 甚至還去找了什麼烏龜掛 去問 你知道人到無助的時候 去問很多奇怪的事 所以你不讓他來看看是不是 我是媳婦我沒有決定權 我尊重了婆婆跟我老公的決定 他們不願意 他們不願意 甚至包括哪一家醫院 你知道醫院可以告訴人家說 你要不要讓這個人的名字被查到 他有沒有在這個醫院 然後他們決定隱藏 我當然尊重 因為我是最沒有資格的 照顧了五年了 我婆婆其實情緒上上下下的起伏 就是對這個男人又愛又恨 你這樣夭壽喔 打平衡這個回來了 因為我公公已經完全不省人事了 那那個照顧 等於是職務人 我們就不斷的燒錢 每個月這樣給錢 我就看著我婆婆 一輩子為了這個男人 罵她責備她又心疼她 可憐喔 腳踩哪 打一槍她是怎麼過的 可是她又責備那些 沒有好好照顧她的人 對 直到最後我公公走了以後 我們到底要不要辦一個商禮啊 我不知道她的朋友在哪裡 可是我婆婆說要辦 而且要大的聽 但如姐要不要辦 她的子女都覺得不需要 我會幫她辦啊 但是大的聽是為了什麼 要給很多人看到啊 我會請禮儀社或什麼 來好好的莊嚴辦一辦 你知道嗎阿兒 我非常會辦葬禮 連那個齁 就是整個家族的矛盾 或當場可能有人鬧事的話 我跟我弟兩個人都設想的非常清楚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好一個偉人 不逃跑的陪伴楊月娥 她講的這個故事只是前面的一個 講殘忍一點叫開胃菜 不是裡面最殘忍的一個部分 好那麼後來要辦葬禮了 結果婆婆希望辦個大葬禮 你現在可以講出你後來看出來的事實嗎 後來我必須要折衷 因為其實三個孩子都覺得說 沒必要 到底公公的朋友在哪裡 沒有人認識啊 婆婆有朋友啊 婆婆有朋友 於是我就去問 你先去問 你不要急著吵架 我就去殯儀館問 時間 人家排滿耶 後來只有在傍晚的最後一場 有一個中廳中間的 沒有最大 我去跟婆婆商量 媽媽 大的沒有 中的好嗎 因為真的沒時間 你就把班表給他看嘛 就是最後的一個時間 就給他看事實 而且你也不是說 你高興什麼時候掛點 人家就要把空間讓給你 沒錯 沒這回事 立法委員也調不到啊 對 然後調到這個時間 好不好 婆婆說好 然後辦了那一天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已經到傍晚 天都快黑了 到底會有誰來啊 真的有人來 因為我婆婆在學會裡面 其實還很多姐妹朋友們 來了好多好多他那個 日聯正宗 很多很多的朋友 宗教 然後儀式結束以後 我看我婆婆哭得好慘喔 真的真的他對公公的愛 有很糾結啦 愛和請求都有 就是愛就是 其實他那時候 需要一個情緒的出口 對 然後我看到了一幕就是 這些學會的人 對我婆婆不斷的竖起大拇指 你不簡單 對 二十幾年三十幾年 這樣跟孩子請用大拇指 你不簡單 對 你最要這樣子的老公 你有情有義 你不簡單 他要一個完成 你知道那些稱讚 用我們子女來說是沒有用的 是那些人來說 哇塞 我真的覺得我婆婆那一天 這一輩子的屈辱委屈 都被平反了 都翻盤了 委員 我是看到不逃跑的陪伴 我把他看完 我也想要跟你說 你不簡單 所以這就是你婆婆的感覺 沒有 我沒有丹如姐這麼嗆 我其實是個性不好的人 我很怕 但是我怕沒留給 因為我會心軟 所以我的不逃跑陪伴 照顧公公 我是沒有那麼怕 但是我很陰 你知道嗎 我不太叫 我不行耶 但是我會告訴你我的底線 我會心軟 因為我心軟 所以我很容易被人家踩到我的底線 包括照顧媽媽 照顧女兒 跟我妹妹後來中風 其實你後來比較 這十年來 那個我說只是一個開胃小菜而已 後來的狀況就是媽媽癱瘓 可是其實你媽媽癱瘓之前 他看起來有一長段的躁鬱症 躁鬱症 那個很嚴重 親情勒索很厲害 對 就講的話 所以 也就是說 在你爸爸 就 在公公的過世 那婆婆基本上她還是一個 就正常軌道的人 事實上媽媽是非常費心力 要人家照顧的 爸爸很早就過世了 對 所以其實媽媽倒下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公公倒下來 因為我公公在外面很精彩 我不敢說很花 就是很花 我媽媽看在眼裡 就會覺得說 你看 這樣就這樣倒下來 就會講一些很不好聽的話 然後我就跟媽媽講說 因為我媽媽跟我大嫂一致相處的不好 對我大嫂一致很多很多批評 我常跟媽媽講說 你這樣對待人 別再有一天你如果倒下來 你覺得人家要用什麼樣的心情對待你 我媽媽講話很惡毒 我就不在衰過 我不會那麼衰 我不會去衰這款的事情 我如果倒一天衰到 我去跳海蜥蜥的就好 你都不用害怕 我都不會把你拖下去 我一家人就不給你 我都要留在自己開 這是情緒勒索 你媽真的很富有嗎 我媽沒有很富有 我媽做包子饅頭 但是不識字的一個女人 可以有一棟房子有一筆積蓄 也了不起 我覺得她非常了不起 而她的錢真的是在她七年倒下來 在支付看護的時候 剛好用 剛好用了她的錢 但如姐如果你有錢 你為什麼不再活的時候 是的 對子女好 讓自己過得好 讓自己舒舒服服 我一直過得不錯 對 為什麼到最好 把這個錢燒在看護上面 這是很多人的終局 我們已經看到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而且你講那些詛咒的話 講那些繞狠話 到最後你一毛錢 也動不到你自己的錢 一毛錢用不到 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她繞狠話 我有時候都覺得必須體會 因為她沒有讀過書 對 她只能夠用狠話 是的 所以我也碰過人家說 那你哥哥嫂嫂 是不是要負起這個責任 我憑良心說 我從來不會覺得 媳婦要扛起照顧婆婆的責任 我覺得不必 我們有手足 我會生氣 我對我哥哥 我會要有爭執 我對我哥哥 我覺得大嫂 她本來就不應該 去扛這一局 是的 我覺得她不需要 所以我才會跟媽媽講說 以前好好的時候 你真的要對人好 大嫂的關係 是用儒家倫理 維系來的姻親關係 沒錯 但是我們是血緣之親 對 但是多少人其實媳婦 是扛起了照顧公婆的責任 而且任饒任怨 還要背起一個人家說 你這樣就有幸福啦 你這樣友好是大人就對了 憑什麼 可是她是 她投入她的一生 對一個 其實對她也不太好的人 是 所以那個照顧起來是不甘願 我照顧我媽 我都有不甘心了 何況是一個外人 你的這個悲慘故事 其實還蠻多的 我們現在就講到了 突然呢 媽媽倒下來了 阿兒的老公還有她 兩個人就說 那沒關係 就我們來照顧吧 對 因為我們家有電梯 是 然後 因為大嫂那邊照顧 媽媽也不是很高興 大嫂也不是很高興 但是 這個還有一個妹妹嘛 那妹妹也嫁了 所以 你們兩個接的起來 可是我看這本書的狀況就是 接起來 問題在於 沒有來照顧的人的態度很重要 必須要聯合在一起 像我跟我弟弟有一件事情 是我們做得很成功 我們兩個人之間 任何糾紛都理性解決 其實我們也沒什麼糾紛 可戀瓜卡派 也就是說我們兩個永遠一線 誰都不用來分化 當然這背後也有一些前提 比如說我弟就知道 我不會跟他搶任何東西 我們家所有都 我從20歲就說 我們家所有都是你的 對 老姐不要 不錯 對 很有大解瘋狂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兩個人就是 當然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是站一起的 只要有任何困難要一起面對 這個不容易 可是你沒有 對 我沒有叫你要譴責任何人 可是你是你扛的 手足這件事情 我也告訴我的女兒說 媽媽給你們最好的禮物 就是讓你們有手足 我希望你們相親相愛一輩子 但希望歸希望 孩子會走到什麼樣的路 不是你們控制的 我必須說 雖然我跟哥哥在意見上相左 而且我們兩個人互看不對 不順眼 這個跟父母也有關係 因為我媽媽有憂鬱跟躁鬱 她在我哥哥面前都說我不好啊 對 她在我面前也講我哥哥不好啊 拜託大家看了不逃跑的陪伴 請你不要去挑撥你的子女 他們的感情 她沒有想那麼多 她當時沒有想這麼多 你相信我媽讀的書也不少 但我媽也會在我弟面前說我不好 在我面前說我弟媳婦不好 幸福好時光 我們廣告時間講的更加精彩 我跟她說 你這些經驗其實我也不缺啦 真的我想不到 但而且原來這些你都經歷過 還更慘 而且那種關係其實都很微妙 對不起我在苦笑 就是你的長輩你奈何不了她 你的另一半你不能拿她怎麼樣 像我剛剛就跟你說 因為你媽沒讀過書 她講話之刻薄 其實是出自一種本能 你從這一點 就是你能盡量不要聽就不要聽 但你不要跟她計較 因為她沒有讀過書 可是我發現你媽媽讀過書 好像也不晃多了 對 因為她後來的精神上 也就是說 有很多內在的不平衡吧 所以我媽媽其實嘴巴不好這件事情 是我一直以來都知道 曾經有個朋友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沒有辦法印證對不對 在一個商裡面碰到 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這個老人家過世了 他是氣切 我說氣切怎麼樣 嘴巴的人都會叫他氣切 我倒抽一口冷氣 因為我媽媽也是嘴巴 人家想要舌顫蓮花 要講好話對不對 可是我媽媽經常講一些詛咒的話 而且不管你做的任何什麼事情 他就是可以把它變成黑的 真的 所以我媽媽後來握病七年當中 她完全沒有辦法說話 對於一個愛說話 愛教訓我們 愛講大到底的人來說 最大的折磨就是讓她說不出一句話 所以後來的氣切是你的 就是哥哥決定的 我哥哥決定的 而且那時候你已經 其實你當然不忍心 可是那時候阻擋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但是氣切之後 一個人能夠復原到怎麼樣呢 除非他是很年輕 或者是什麼 可是那個狀況不是 我媽媽已經七十幾歲了 不太可能 醫生講的雲淡風輕 反正等他體能好一點 那個管子拿掉 自然連縫都不用縫就會好了 但是我們試過了兩次 拔掉以後 全身直接黑掉 他就缺氧了 因為氣管已經塌下去了 他沒有辦法自然的癒合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是緊急 你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重大車禍 當然要救 假如他已經像我媽媽這樣的條件 七十幾歲 狀況不佳 你真的要審慎去想一想 要不要做這件事 可是因為他沒有交代 所以到那個時刻 就是你的親人幫你做決定 照理講 我們家三個兄弟姐妹 用舉手一定會出出現答案 對 可是我妹妹夾在中間 礙於哥哥跟我 兩個強勢的人 他不說話 沒有辦法 結果我媽媽就氣切回來 照顧的時候就很辛苦 因為我媽媽沒有求生意志 每天用食指給我鼻子吸喬喬 吸喬喬 他想死啊 他不想活啊 真的很痛苦 對 然後看到我哥哥就用食指一直指著他 都是你把我氣切 都是你把我氣切 但是我後來 我不出話來了 後來他氣切之後的歲月是多久呢 七年 我的天啊 就是台灣平均躺的那個數目 平均到九年 我媽還沒有達標 但是燒掉他所有的積蓄幾百萬 何苦呢 而且我後來理解了 我媽媽為什麼躺了這麼久 到底為了什麼 他們有沒有什麼遺願要完成 我自己的體會啦 不是我媽媽說的 我覺得他希望我們兄弟手足能夠和解 我開始轉變 在我哥哥來探視媽媽的時候 我就跟媽媽說 啊媽媽其實哥哥很愛你 他用起一件方法想救你 只是我覺得那方法很豬頭 也許我哥看我的方法覺得我很豬頭 我就是面對事實 承認媽媽是不可逆了 但是我哥還是覺得 媽媽只要吸血管拿掉 他就會好啦 他就會好啦 他就很樂天 而且他後來媽媽是在你家照顧的 對在我家照顧的 可是他看起來意見也沒有很少 他希望用各種方法訓練媽媽可以變好 可是沒有求生意志的人 你訓練他 他只覺得你給我造麻煩 而且他七十幾歲了 我也看過 人有時候放棄也是一種祝福 因為呢 當然他活著 我們必須好好照顧他 可是我也看過一個朋友 他爸爸都九十幾歲了 那你還要讓他起來 氣切之後 還想要讓他活蹦亂跳嗎 可是你知道我曾經在家戶病房看到九十幾歲的爺爺 家人就是不放棄急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還有終身鳳 還有終身鳳 他說我那個孫女在國外讀書 就是靠著爺爺給的終身鳳 考慮非常的殘忍 你就不能死 你就不能給他斷氣 我知道啊 還有他娶了某些 我也看過他娶外籍配偶的 他必須要活著 因為人家還沒有拿到身份證 活得越久領得越多 所以有終身鳳到底是不是幸福 我個人是覺得負面做病挺不少的 對 但是我們不是當事者 我們都不能說什麼 要不然就我們是無悔無目視 不過有時候也不錯 像我爸有終身鳳 所以後來人家不斷的在介紹他女朋友 那你爸也是超精彩 我覺得你是超有尷尬 我覺得我已經跟我媽鬥法一輩子 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最後他倒下來的時候 我要幫他善終到最後 可是七年之後 我媽媽真的是在睡夢之中走了 我覺得這也是給他最好的禮物了 所以人家想說求一個好死 是真的 七年來我媽媽走不了 好不了卡在那裡 但是同時你家又出事了 我覺得有一個這樣已經負擔很大 而且你還要面對兄弟姐妹的某些質疑 你的壓力已經不只是單方面照顧而已 你又遇到了小女兒 本來她一直活蹦亂跳 她從來沒有什麼疾病 突然有一天就得癌症 對 就是身體其實看起來比較慘白 沒有什麼血色 莫名其妙的地方是大腿有很大塊的瘀青 但是按了不會痛 那因為要升學考大學學測之前 我覺得你是壓力大啊 你是不是想要逃避啊 尤其十七八歲誰知道他可能有問題啊 對啊你不會覺得他身體健康有什麼狀況 結果沒想到他真的是開學高中三年級 開學第三天走路到學校爬樓梯到五樓 就整個看不見了 學校通知我們帶他回家 我就送到急診去抽血 看起來像中風你知道嗎 你講不出他哪裡不對嘛 對就看不見倒下來 對啊然後我抽血檢查以後 數字全部都是紅字我看不懂 醫生說血癌 血癌耶 我說為什麼憑什麼怎麼會 我想不懂啊 這血癌通常沒有原因 沒有原因 跟壓力大概也有關係 但是你不能把它推向單醫原因 沒有直接的 然後一定是因為壓力或者 但是高三我就以為就是壓力 那醫院的醫生就告訴我說 阿兒你不要再去想原因了 原因沒有用了 你現在就是治療 然後護理師也沒有搞清楚狀況 以為小朋友都知道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幸福好時光 每一個家庭都有一些精彩的悲慘故事 那麼幾乎沒有人沒有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也許也是不幸 為什麼 因為你年老才會遇到變故 但你如果像阿兒這樣 或者是像我們這樣 從小就承受很多東西 你的抗壓性會越來越大 而且很會處理事情 當然也有人往反向發展 就是你被壓垮了 可是會處理事情是重要的 講到了 就在你媽媽氣切的那一個階段 女兒又得了血癌 同時進行 那我要不要讓我媽媽知道說 孫女得了血癌呢 我其實剛開始不敢講 可是我媽一定會發現 因為我女兒直接隔離治療 我就在醫院跟她 日日夜夜24小時綁在醫院 我媽一定會發現 我人怎麼不見了阿 所以我就必須要告訴我媽媽說 我為什麼不見了 那我又 因為我媽媽常常會鬧 她要死阿 或者鬧情緒 我就把我媽媽拉來同一陣線 我說媽 小禎得血癌 我媽就哭了 表示她意識是清楚的 我說媽這倒你還要給我倒三天 對 不然 讓她感覺她人生是有壓力 對 不是說只要你一發現情緒 就有人考 對 你不給我倒三天我會倒 我會倒 我說我會把家裡面的飯菜什麼 我通通冰箱買滿了 看護幫你照顧得好好 但你不能鬧情緒 不要一直在找我 對 你如果找我你鬧情緒 我在醫院我就不能照顧小禎 那我如果倒下來怎麼辦 要是我我一定會加這一句 沒錯這句話就是後面下一句 我哪鬥 這是賽局 就是我跟你講說 這樣大家都於死亡破 我是主要的照顧者 我如果倒 你沒有好處 小禎也沒有好處 所以你現在是一千一法動全身 所以媽媽你務必要幫我的忙 她就點頭然後掉眼淚 其實我看到她掉眼淚我媽不敢 因為對一個動彈不得的人來講 跟她講說她的孫女生病 可是這要說的 因為不然的話 你長外必先安累 對 要對付第二個 你必須先把第一個settle down 真的 否則你怎麼辦 就這樣子我媽那段時間真的很配合 也不鬧情緒 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在醫院陪伴 小禎我就要另外去應付那一個戰場 所以她還是有基本的理智 我覺得她還是 如果有人提醒她還是會體貼一點 對 到了後期我覺得我媽有點像失智 她可能會忘記 所以你要反覆不斷的告訴她說 你要幫我 我現在在做什麼 就跟小孩子講話一樣 一次兩次的說 我才能夠安心的照顧小禎 小禎也很幸運的 雖然是17歲罹患血癌 我跟她講說 如果你一生一定會碰到一次這個坎 那媽媽恭喜你在17歲碰到 因為你只要把學業放下 其他沒有工作婆媳小孩 人生要奮鬥的問題 而且年輕的時候比較快好 我也是這樣告訴她 真的 這是一個包裝很醜的禮物 但是裡面是一個藍寶石 要你自己去體會 但是17歲她體會不了 她是感受到說 那我要考學測怎麼辦 我怎麼這麼倒楣 對 醫生叫我說可以休學一年 你為什麼不讓我休學一年 我說我建議你不要休學 因為同學都上大學了 你會覺得你一個人拼不上去 結果她就乖乖的考了以後 果然沒有學校 我就在臉書上求救 怎麼辦 孩子哭到稀里哗啦 有一個陌生人對我伸出援手 阿兒姐你知道台醫大有獨招戲劇系 只有一班 你要不要讓小孩子去試試看 小孫就這樣子欸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準備 她就去考了正取第二名 但如姐她現在大學畢業了 正在拍魏德勝導演的電影 BIG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個禮物是不是後面才會感覺到 委婉曲折之後 找到一條唯一之路 那事實上 幫你關上那麼多門 就是為了要讓你開內扇窗 只有一個地方有亮光 人生的養分呢 可是孩子當時並沒有辦法體會 試過境遷之後 孩子其實再回頭那一段 去想他生病的歷程 我就要去徵選那個抗癌鬥士 他是2020年的抗癌鬥士 他當時在寫那個歷程的時候 他嚎啕大哭 他才知道痛 他才知道痛 因為回想一遍 然後我說不要寫了不要去徵選了 我看他哭我會心軟了 你知道我真的沒有淡如姐的尬詞 你知道如果是我會說什麼嗎 我說寫下去 這是你難得的訓章 我不是 我就說不要了不要了 一邊掉眼淚一邊寫 但謝謝他 他撐下去了 他就把他寫完了 他也當選了抗癌鬥士 所以有些事情 你當時不知道你是怎麼走過來 很多人問我說 你到底怎麼走過來 這些同時發生的事情 十年 我說我不知道 我就是往前走 而且你後來還有 還有我妹妹中風 你妹妹那麼年輕就中風了 她不聽勸 她沒有去警覺到說 我們家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的病史 你的體重過胖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警訊 你竟然不理會她 溫度驟降 絕對不是隨便跟你講講的 血壓就是一個考驗 你看我剛剛不是講嗎 我的朋友就這樣子 趴在桌上他就走了 對 你千萬不要以為說我休息一下 我妹妹吃了止痛藥就去睡覺了 那天晚上如果我沒有叫她 立刻去急診 醫生說隔天晚上 隔天早上就是一具冰冷的屍體了 不過還好你的妹妹就是說 她也是年輕的時候中風比較容易好 後來竟然還可以回到職場去 恢復得很好 各位 復健真的有效果 她現在好好的 所以這條命就減回來了 人家說你是不是掃把星啊 你的媽媽你的女兒你的妹妹都要你照顧 我說我就哭啊 我老公說沒有啊你是福星啊 可是你還有 我還有 你的問題還有 還有我女兒前兩年竟然腦炎 找不出任何的原因 老大 老大小時候就很難養 對 最後又碰到一個腦炎 找不出原因 我求神拜佛 腦炎其實很嚴重 他會變成一輩子的後遺症 如果有的 對 那個照料的不好的話 對 你就有感覺到他隱隱然有一些些小小的狀況 但是不是這麼具體的 可是腦炎又還偵測不出來 在剛開始發生問題的時候 找不出來 醫生就給你不斷吃抗癲癇的藥 你要吃一整年 吃完以後再聽藥 以為是癲癇 對以為是癲癇 他就說你是異常放電 其實是發炎 對 那發炎到底要怎麼消炎 你也找不出來 因為在腦袋裡 對 又很精密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麼多考驗在這時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